第五的第一局下半场越来河公园 东旋这边是把祭司给搬了 东旋还教地图喜欢搬祭司的 以前只能搬一个的时候 他单搬都搬祭司的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他打女巫 他自己有的一个理解 这张地图东旋的理解是非常深的 他自己最喜欢打张地图了 但这套阵容呢 球者有没有机会三跑 有 怎么三跑 上来抓囚徒 上来抓囚徒 上来如果说是抓戒尸的 我觉得东旋的女巫上来 给他遇到机会时 球人者不可能三跑 但是如果上来抓囚徒 那就有可能了 上来抓囚徒的话 这张地图 囚徒如果能牵制一会儿 然后看看 牵制牵制 路过前锋那边 前锋再帮帮撞一手 那你只能这么写剧本了 对吧 上来第一个点 囚徒 第一个点囚徒 东旋这边抓不抓 应该要抓 应该要抓的 这样的话 信徒一捕 封住前面的两板 囚徒这边硬走 追过来 交电 好的 这手电交得非常好 东旋已经六场 场BO3均有四抓 东旋已经六场四抓 翻 走 这边要吃一刀了 吃一刀 信徒削掉 狗子一放 这囚徒牵制的时间不是很够 这边不会还要回去 应该不是 他这边只是单纯的反拉 这边不是打娃 不是打娃 这边只是单纯的反拉 反拉以后 然后这边放狗子咬住以后 带走这边的囚徒 囚徒已经没有电了 所以说这个囚徒走不了 这把给到了35%的四抓率 我觉得稍微有点高 奈奈这边的牵制其实还是不错的 但是没办法 这里第一刀打上以后 本体有狗的话 这个囚徒是牵制不动的 信徒再一捕 东旋这边应该会拉 这个囚徒的寄生信徒 过去 去干扰机是挖了机 我挖这台机 如果说干扰到的话 囚徒这把三跑的面就 就很小了 这给这么大的一个四抓率吗 大老师估计就 大老师哪是看局势的 大老师是看ID的 东旋四抓 是不是这么来的吗 我跟你们说 这套阵容 这个开局 等会儿 我觉得啊 我觉得啊 这个阵容 这个开局 其实是一个军事开 55开 两边的话呢 都有的打 大老师 这是盲目的崇拜东旋 我感觉 他这根本不看数据的吧 跑一个 你刷一个气球 那跑两个呢 我跟你说 这局是有平局的面的 这套阵容打女巫 很好保平 但凡囚徒牵制的好 是能三跑的 大老师 这个也是 确实啊 东旋的话 这边是这样子 东旋这把要怎么四抓呢 穷者来就第二波 然后他这边切闪 狗切闪以后 打一波双导信徒补上 他是能四抓 有四抓面的 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去 就是强行说一个四抓的 大老师好像觉得 有点不对 机子修的有点快 因为东旋这边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刚才那波挂球图 他是没有干扰到密码机的 这边因为用前锋来 救的比较快 所以东旋没有把这个瓦打掉 那边的机子没有压住 大老师慢慢的又上去了 这个胜率又给到了 四抓率又给到了36 我觉得比较难 我觉得比较难 四抓的话还不好说 平局是肯定有的 东旋这边平局是肯定有的 然后球者这边的话 要做好一个什么呢 就是东旋随时切闪的准备 就是最好是拉开 跟你慢慢拉扯 拉扯拉扯 然后慢慢的蹭密码机 看东旋什么时候交技能 因为东旋的狗切闪很恐怖的 这边狗子先咬 小迪老师 扭 拉开 还行 这样的话身位上面还有一定的一个距离 这边再拉 这一刀打的话 看前面这块板子 一刀打中 打中 闪现秒了 这个机械收益不是很高 这边过来 好像要切闪了 这边的话好像要切闪了 不用不用不用 这边直接打了 没打到 也不能怪我呀 我也感觉能打中啊 机械子的话 这边差差不多了 信徒补上 不好说啊 不好说 我觉得趋向于一个三人开门战 但是三人开门战到底能跑几个呢 我觉得 不一定能平 不一定能平 因为东旋的女巫 她是东旋的女巫 这边追过来 打一刀 就小迪老师这把的牵制非常到位啊 机械子的话已经差不多压好了 差不多压好了 一台99% 一台86% 而且就算你压手密码机 我们可以看到外面还有她62%的补机在那边 这把小迪老师的牵制是真的到位了 牵制是到位了 娃娃这边在修机 89 92 这机子不能直接亮吧 等会儿这机子要是亮了怎么办 完了 这机子亮了 这个娃娃这个娃娃把机子给点亮了 这个娃娃把机子给点亮了 摇下来了 等会儿 这这这什么情况 这 那边前锋点门 傭兵这边中间卡一手 打一刀 东旋切传送 过来 想要来管吗 那这前锋门一点开 人一走 机械师那边是没有信徒跟着的 机械师如果教自己 还好地窖不在那边 东旋这边应该是回去找这个 求找机械师了 还好地窖不在那边 地窖要是在鬼屋后物的话 你还真别说 这吧 确实我有点有点小懵啊 拦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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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边等信徒 怎么说 傭兵没走 有想法吗 嗯 挽留拖到挽留结束 因为傭兵师还有三个护臂 这把的戒施 这个位置 信徒 加速 有加速 再绕再绕再绕 这边要给 这个东旋补上一个信徒 他这边的话 小迪老师这把牵制是真的到位了 呃 挂上 佣兵算了吧 因为这边救下来要再去跑地窖 好像距离太远了 地窖在鬼屋后倒是可以去尝试一下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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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局可以啊 因为这套阵容其实打那个打女巫是很厉害的阵容 我反复强调了这套阵容打女巫真的很厉害 但是呢 这把东旋 他没有切闪 我看了这么久的比赛了 这个赛季东旋第一次切传送啊 他基本上中间都是切闪的 这把的话确实有点没想到 我们上次休息啊看双方在第二局